明星 應該可以換一張 不過你應該很習慣這個外號 對我已經習慣了 因為現在你的身份跟這個好像不太一樣 已經不像安西教練 西名教練 你覺得現在好像也沒有那麼像 我本來講說林蘭的那個教練 可是好像一點都不像 好像不太像 我覺得我長得比較像海南那個教練 你說你嗎 戴眼鏡啊 然後那個 我記得他還有一個特寫是曾經那個什麼 直接問櫻木你那個什麼打籃球幾年了 這樣 對 打籃球幾年了 三個月 三個月 你可以變這樣 那是裡面那個漫畫裡面最不現實的 就他的他的那個頭啊 還有那個什麼 他的跳彈跳力什麼的 都都是最不現實 其他都是現實 這樣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那個什麼 趁著我飯還沒吃完 我們來聊聊緊張小燕好了 好 你覺得他會想要再會再去回去畫這個嗎 不會我覺得他不會 因為 嗯 可是我覺得好可惜 因為他其實停在一個最 耐人尋味的狀態底下 我反而覺得停在那個狀態是比較好 因為 因為錦上熊燕其實說實在他已經把最精華的 歲月跟力氣都花在官高手上面 所以他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辦法畫圖 是 是 你是說是他跟鳥三門一度很像 曾經就 很討厭泡漫畫圖 就是他曾經有一整年是完全沒創作的 就是完全空白 因為他 真的是沒有力 就是沒有那個力氣再提起你去花 他有出一本書叫空白 嗯 那本書就是他描述說他那一年沒有在畫漫畫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事情 嗯 嗯 我覺得我身為 因為我本身也是創作家 所以我可以體會那種心情 對啊 就是在你高密集高勞力 創作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 不是只會想要 就講難聽一點就會想要擺爛 對啊 這個我絕對是絕對同意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的狀態 對啊 所以他曾經一度就是迷失 就是迷失的那段時間 他就是在重新找說我為什麼要創作 嗯 就那本書他講那些事情 嗯 可以去找來看看我覺得蠻不錯的 有狀況嗎 要空白的啊 空白 空白 對 我曾經看過NHK訪問他的那個 一集 不過那一集其實他正好當時是在畫那個什麼 武藏啊 他在畫的武藏 對 然後就是裡面就形容他畫 畫不下去了 就跑出去外面打籃球 然後想這樣 然後最後想出來 什麼 對啊 我覺得如果有延續關的高手精神 我覺得Ryo那本也算是有啊 對啊 只是他的 他寫 他描寫的方式比較黑暗比較寫實 對 那是一個 但是那好沒有 這是沒畫完啊 還沒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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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是第八集還是第九集 就 對 又脫稿了 欸脫很久好不好 超過死 所以讓人見客跟日友他都已經在那個 在這裡面思考說啊我的人生到底要變成什麼樣 他已經有把他這個意思 藏在藏在這兩個作品裡面 對 所以他的人生還沒有找出解答之前 這兩個作品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有個好個完結這樣 對 是 因為那個時候 在那個紀錄片裡面其實就是大概是這種狀態 他說他 畫的時候他其實已經 因為他那個東西其實是有改編的嘛 他其實本來有原作 但是他就是說他不是完全不想要照原作畫 對 他只是在想說這個人在這個狀態下 他幾乎沒有本 你知道他其實就是在想說這個人在這種狀態下 他會做什麼樣的反應什麼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把他延伸下去 其實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因為他是一個 收不回來 如果你講拍電影的話 他就是那種王家衛星的 你知道 他是不寫劇本的 他 他就大家在那邊隨機 隨 有點那種隨機 隨機發揮 然後這樣子一輪下去那種 你知道 那種故事當然寫不完 那不這樣很難 end 你知道嗎 很難 end 對啊 有點危險 對啊 話說上個禮拜 我在 就是 工作室啊 就是 就幾個那個朋友來 然後來聊天 這樣子 然後 其中一個就是 畫師 等一下我來看這位 我應該順便幫他做個宣傳 對 女畫師 最近他 最近回遊戲公司工作 可是我這樣子講好嗎 這樣子有點麻煩 我這樣不知道是不是要幫他宣傳 你可以用暗示他畫過什麼作品 暗示 呵呵呵 呵呵呵 其實不用暗示 按一把圖貼出來 大家就知道 喔這樣子 不是 怎麼這樣 怎麼變成Mandy香凝 不是他啦 天帶人的肉搜成 糟糕 我按了讚 但是 喔水 欸是嗎 水溪嗎 好像是水溪 你要找動態進入是吧 對 沒有啊他有臉書啊 所以這個 對啊 好久沒有 好久沒有 他很久沒 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就是遇到他 然後 大家聊一聊這樣子 然後就聊到以前的那個 大家都喜歡就有白書這件事 因為剛剛那個大俠那邊也聊過了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講說 我那時候就說 哇我喜歡就有白書啊 這樣子 然後就說 可是你知道 你可以從你喜歡什麼角色 然後看出來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好 然後 比如說像 我曾經寫過一篇 就說我喜歡飛影 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自己去自己去 算是自己做心理分析 為什麼我喜歡飛影 這樣子 就 因為飛影 他是一個不講話的人 你知道 他是一個 都站在旁邊的人 你知道嗎 沒有 我正在分析我自己的小時候的狀態 因為我的小時候就是在家裡面 就 在同儕裡面 就不是那種非常亮眼的人 就是 一群 一群那個時候 校園生活中 總是會有那種帶頭的 總是會一塊 一圈一圈一圈一群一群的 這樣子 那一群裡面總是會有一個帶頭的人 對不對 他通常是最帥的 然後 或者是最最會最有行動力 大家都聽他的這樣子 對 如果你用那個 學員偶像計畫 他就站中間 他就站中間 那一個 對 我現在還想說 我最近還有看那個 就覺得那個東西很貼切 這樣 對那 這種人 你知道如果在優柔白書裡面 就是優柱那種 那種角色 然後旁邊有一個老師 老師要跟他爭的有沒有 商圓 對 那飛影這種呢 就是你 你其實都不是這兩種人 你都是不講話的那種這樣子 那所有的為什麼大家會喜歡 飛影 因為他其實就是我們這種人 心中最希望能夠達到的狀態 因為他其實我們也是有話想說 我們也是有事想做 也是想要表現 所以一旦給我表現的時候 我就非常厲害 你知道 我們大概會自我幻想 這樣 所以飛影這種角色 絕對是我們最喜歡的角色 那我矮矮小小的 可是那個時候 平常一句話都不說 那個風頭全部被他們搶走 他就站後面 可是他只要一出手 就超厲害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超喜歡飛影 對啊 好啦 這個是我在那邊說 他說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就 好啦 這個其實是我那個時候 講說我喜歡飛影的那個自我解讀 這樣子 對 喜歡藏馬的舉手 你看剛剛 剛剛大小在那邊講說 很多女生都喜歡藏馬 有喜歡藏馬的男生嗎 欸 藏馬還不錯啊 藏馬還不錯啦 對 藏馬沒有說不好啊 對啊 對 只是藏馬就因為 在那個時候 在我們那個年代 還沒有那個什麼 同志 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觀點 還沒有那麼新奇的時候啊 就是 或者是那個 婦女還沒有那麼有 還沒有那麼明顯的時候 有沒有 對 那個時候飛影跟藏馬 兩個人的那個感情 其實就已經開始被人家拿來操作了 對 他們雖然是那個 上一代的婦女 的那個 激情 對 那個時候還沒有 應該是婦女的起源啦 婦女的起源之一 對 婦女的起源 那個時候其實他們已經 就已經很會 很會 很會聊場子 就是 比如說他們的聲優啊 對 那個 續方惠美 然後那個 飛影的 叫什麼 飛影的水 等一下我看一下 薪水小偷聲優 哈哈 因為你知道這個這個聲優 我常常就是被人家講都是 薪水小偷 因為他一開始那個工作 就飛影的話 台詞非常非常少 可是那個 快山修之 可是只要去配音 大家能領到錢都一樣 只要今天有發你班 就是要那個 可是他可能整天只要講一句話而已 所以常常被 所以常被他們那個同事 就是笑說薪水小偷 對 就快山修之 就是會 曾經就是會在公開場合 就是說 就是會講那個台詞 就是 日本 這是日本特別的文化 他們就會促擁他講一些 名台詞 這樣子 然後那個快山修之 會突然間講說 藏馬我愛你 然後 續方惠美 也可能會在某個場合說 那個什麼 飛影我喜歡你之類的 然後就大家就會起哄這樣子 有沒有 欸應該 我猜應該是有人會畫這種同文字 對啊 不過同 一定有 應該是有 對 我記得那個 我有看過 Yero的同文字 就在講那個 他們兩個人在一起 對啊 我想同文字這種應該 你知道 那個什麼 Aman都曾經畫過那個什麼 灌籃高手 而且還畫男男的 男男的 那個 是那個安息教練 跟林楠教練 不是啊 哈哈哈哈 沒有我那時候看 聽我那時候也只有聽 我真的沒有看過真的 你知道嗎 但是光聽我就覺得 哇哩哩 就是這故事聽起來就聽 超進爆 好想看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段不是那個什麼 欸 那個什麼 呃 呃 帳馬 不是帳馬 就是櫻木 他不是那個 打 欸 在有一場戲是他說他 他要跟人單挑 應該是跟流川吧 對不對 那叫大家都出去 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就在畫關起來以後的事情 這樣 然後出來以後 那個什麼 流川就出來這樣 然後 呃 那個櫻木在裡面哭 這樣 誰是攻誰是受 就很明顯 這樣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個 沒有那個 光是聽他們講 我就覺得哇哩哩 哇靠 超超屌啊 好想看這故事喔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大欣欣與 那個什麼 大金剛之間的故事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什麼 赤木跟那個誰啊 魚住 哇哩哩 這口味中到一個不行 你知道嗎 哈哈 好難想像 哈哈哈哈 我好想看這傳說的本來 因為他們都只有跟我講過 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過 你知道嗎 就是我只有聽 那種聽人家 可是搞不好沒有話 搞不好只是他們唬爛而已 對 但這個唬爛也不錯 這唬爛一聽就覺得超有畫面 這樣 對啊 好啦 這個 好 好我把飯吃完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聖母跟魚住王的感覺 就那個超凶貴的人 對啊 就凶貴 一定是那種 非常Hardcore派的那一種 才會畫 但是你知道那個 日本也常 我覺得好像也不會覺得特別奇怪 因為日本也會有這種 這種文化啊 不然那個之前那個海凌頓 是怎麼樣那個 會突然間變紅了 你知道嗎 他就很凶貴啊 對 大家就很喜歡 他很喜歡玩那個反差萌 你知道嗎 就是凶 就是那種很壯的人 在做一些很娘炮的事情 這樣子 對啊 所以 這反而就是一種 一種喜劇操作的 方式 日本人口味很多啊 有凶貴的 也有人喜歡胖子的 也有人喜歡老人的 對 所以說安息教練本本 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哈哈 沒有 知道安息應該是要跟三井啊 教練我想要打球 進來進來 哇 啊 他跪下來 對 安息教練就開始跟他 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對然後你知道 你知道三井是這麼喜歡安息 你知道 教練雖然不在 然後他會拿出那個 他的照片你知道 你知道這兩個人感情 相當神厚 可怕 好啦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 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擰進擂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 霸王霸王龍 看下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帝王霸王龍慘叫為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了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